我最近在这里,我之前记得我想找一只好的折毛生长液 我们有个阿拉斯的朋友Becky,介绍了一只给我的 但她那只我还没找到在哪里买 我有个朋友介绍了另外一只给我 我用了一个星期,都是一只Mascara,只有盒子 这是美国牌子 我查了一个星期,我又觉得好像可以,又生了几长 而且你看到的毛毛,开始生了出来 这币也不便宜的,我买的时候500多 我买的时候520元,她给了折扣 那也挺贵的,不过减 我买过那些重贵,我买过,我试过买那支800多 那支我觉得好,有没有长了 我查了一个星期,还有我看到短毛毛开始生了出来 因为我常常够到它断了 哦,如果有用便宜的 不过,查这些东西,因为它都比较有刺激性 有些朋友真的会敏感 因为我第一晚查了之后 第二天起床,眼睛有点点红 哦 不过第二晚查之后就没有了 因为可能适应了 不过,是会有点点眼肿的 哦,是吗? 是的,你不觉得我的眼睛肿肿肿的 有激的 是有点点眼肿的 可能有点刺激的 始终刺激的 因为你无法生长都需要刺激的 所以那些真的会敏感的朋友 就要很小心 不是每个人一定可以用的 对 我又有点,这个是没有答案的 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因为那些人经常说 比如头发,你想它生得快一点 那你就多点疏一下 等血液循环 等它刺激一下它的毛囊 会否疏到断了 其实眼睛肿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点人小时候说 剪了眼就没等它生过 不是吗? 是呀,我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有点人说你剪了它再生过 有点小朋友说剪了头再生完头发 那倒是 那倒是 那我不敢 剪了它再生 meeting 那又怎么样 好害怕 不过其实这个理论看你薄不薄 因为很多脱毛的人 其实都说脱极越生越粗越生越长 真的哦 譬如你脱毛的脚毛越生越粗 你越剃就会生得粗 对了 所以看你信不信够不够薄 我就不敢了 但我真的觉得它好像长了一些 而且开始有些毛毛生了 我查了一个星期左右 其实 不过就会有一点刺激敏感 所以朋友就要小心一点用 在那两间大的连锁化妆品铺 其中一间可以买的 通常都是在隔壁 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 我觉得有多好 因为上次Bekky介绍过之后 我就没找到 这个可以试一下 还有我们经常都在跟大家介绍 一些护肤化妆扮美的东西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次又除了介绍护肤扮美的东西 我想介绍一些书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要经常这么外表 一个人都有一些内涵 你都要看书、阅读、学下新的东西 增进自己的知识 才会再漂亮一点 只得学是没用的 因为要有气质的 气质是怎么学回来的 大家龟瘦就是这样 我今天上完课 我明天就会有气质 什么不会的 气质是要靠自己平时好好收养自己的内在 对啊 有之于内而形之于外才会更漂亮的 没错 我都很喜欢看书的 我都喜欢看书的 看得久手会很累 很累啊 我觉得它很重 而且看得久眼睛会不舒服 所以很多时候玩电话浪 我就会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树 没有绿色的东西 以前真的年轻一点的时候 眼睛会很累 现在我发觉对着电话或者平板内 眼睛很蒙 会加会加 所以其实真的没什么益子 所以对眼睛是不是那么好 其实已经贴了那些防蓝光的那些 都是对眼睛很累 所以我就觉得 喜欢看回实体书 或者戴头眼镜 戴着眼镜很累 遲些已经要戴老花眼镜 所以我就喜欢拿实体书看 我想介绍这本 我觉得很好笑的 叫做 不懂神话就只能看裸体了牙 这本书很好笑的 这本书其实他说了很多 因为西方很多油画 他都说是画裸体 里面有很多油画他介绍了 他说很多时候大家 因为我们经常都会去博物馆 去到别的地方 都会看到这些油画很漂亮 但他说以前的油画 很多都是画裸体 都挺有趣 都画裸体 但我们欣赏这些名画的时候 或者这些油画的时候 有什么意思呢 他说那些神话 如果你不了解那些希腊神话 你不了解 其实你都不明白 那幅画在做什么 他说如果你了解了希腊神话 到底是希腊还是希腊 不知道 是鬼蛋 读就读希腊 他说如果你了解了他们 这些神话的故事 你看那幅画的时候 你会多一个角度去看 是的 我还没看完 我刚刚看了一会儿 还有这个作者 其实是说的很幽默 很幽默 他把嘴巴还沾过我 很好笑 即是比较有趣的角度 他解释那些希腊神话 那间就是在中环 希腊神话 你为什么要去呢 他后面有一大 有很多版是介绍 每个星座的希腊神话的起源 是的 那我们常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 我最喜欢 但其实都不知道 双子座为什么会有双子座呢 为什么有天蝎座呢 为什么有人马座呢 那他又解释给你听 那个星上的位置 那个星上 和那个星上的背后的希腊神话 故事 那他说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都常常 有时候希腊神话 和罗马神话 他们搞得很乱 搞乱手 是的 因为其实他就很好笑 里面有句话就是说 希腊神话就好像一套很经典的戏 罗马神话就是 都是重拍一套经典的戏 不如换了一些演员 那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他解释得都挺幽默 他的角度挺好 而且他说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熟悉的希腊神话 那些诸神 很多时候他们的名字 我们又用希腊神话 又用罗马神话 所以搞得很乱 其实他们在希腊和罗马神话 是不同名字的 不过有些人比较熟悉一些 所以就是叫那个 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笑 因为我自己都很喜欢去看这些画 我会去欣赏 但我不懂得减赏 怎样为之好和不好 就不知道 自己用纯粹一个欣赏的角度 或者了解一下 认识多样东西 是的 我觉得 又可以欣赏到这些 而且到你看完之后 你将来真的有机会去博物馆看 你又会的感觉不同 因为你多了一重了解 是的 可能大家可能 有些朋友未必 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那我自己也有兴趣 但我有的 那我就会选一些 自己有兴趣的读物来看 那我觉得 怎样都可以增长一点的知识 我觉得 这些艺术的东西 我觉得 越增长得多这方面的知识 个人的气质 就自然会好些 所以希望大家 和我们一起 从里面漂亮都出来外面 那你看完就我看了 我看完就给你看 挺好笑的 而且他说话很值得 所以我觉得你会看得很轻松 不会觉得 不会闷 当然除了这些 译书那些我都会看的 我译书我小时候很喜欢 威斯利 我为什么喜欢看译书 我觉得他的书的节奏比较快 不是很拖 有些人 进一间房间 形容一间屋都说了几板子 那些 那是现代一点的手法 就是轻松快一点 另外我又想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我纯粹很漂亮 是的 我觉得很漂亮 很漂亮 看得到我已经觉得很漂亮 是的 这本就是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歌舞剧 舞台剧 其实有很多经典著作 也有出这个系列 我觉得这么细小的本 也挺好 而且它的颜色 它的美术挺漂亮 它有点像古典书 古老书 还有金边的 挺漂亮 我觉得又够小的本 你可以带出去很方便拿 又不重 而且很轻 比较轻的电话 喂 那你这个很适合 用我这个这么有型的眼镜来看 喂 这个眼镜真的很帅 你看 你拿着这本这么漂亮的书 挺有型的 拿着这个眼镜 很有气质 立刻 很有气质 好像老姑婆 坐在花园的阿婆 不是 不是 男士也挺有型的 是的 我觉得这本书我是贪漂亮的 但是《Phantom of the Opera》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很熟悉 我曾经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去Broadway看过一次演场 是 真的很震撼 很好看 他觉得巨型水晶灯在天花板 掉了下来 我还没看 我也很熟悉 我有幸运地看了一次 我真的很震撼 这本就是它的原装写 因为你知道《Phantom of the Opera》 那天是Broadway show 这个是原装小说的作者 那本小说 所以内容可能会比较详俊一点 比我们看的音乐剧 但也很薄 是啊 其实很薄 OK 其实它的故事也不是牵涉很多 很广 基本上都是爱情 是 加了少少鬼味 是的 那我又说一下我的眼镜 这个也是Fashion 因为是一个很出名的设计师 Martin Magiella Mason 现在的牌子叫做 Martin Magiella 是的 我其实买的时候 都没有需要用 已经买了两三年 我觉得很有趣 它好像一个烂了的眼镜 但原来是一个 是刻意设计的 是刻意设计的 我觉得挺漂亮的 很有型的 看书很好 是的 现在有时候真的看餐牌 我告诉你去餐厅 又黑了 那些餐牌的字 有时候从小个豆豉 有时候真的 你正常眼睛没有事的人 都看不到 是的 而且有时候的颜色 那些字 不可以白纸黑字 尤其是那些名贵的餐厅 已经黑了 是的 那些字还要金色 在那个纸上 那张东西的字小到 阿通都赞成 他脱了眼镜 很唏嘘 喂 我已经很聪明了 我真的到现在 这一两年才开始发现 又可能有少少老花 都是刚刚 是的 我一向有没有近视 有没有老花的 我其实看东西都很清楚 那你都聪明了 是的 如果真的很不够光 真的看得辛苦 而且因为做你那一行 你做美术 做服装 有很多时候牵涉 可能有些东西要钉 手工的东西 是的 其实很浪费眼神 穿芝 我自己也是喜欢 穿芝一定要戴上眼睛 现在真的没有以前穿得那么聪明 以前很快就看到 小时候当然 现在够光其实是可以的 真的不够光 就觉得眼力是没那么好 说出大家的心声 是不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好 那我当然 都是介绍大家 一定要有越动这个习惯 我觉得有得看书是好的 增进自己各方面的知识 还有觉得内在方面是很丰富 怎么说 是零星上是满足 不当不少你都学到 不当不少你都学到 不当不少你都学到少少东西 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人 真的不看书 好像我们平时都会看八卦雜誌 大家都不看内文的 对 正是看标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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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奉劝这些朋友 就算看八卦雜誌 都看下来文 不要只看标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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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时候标题是不准的 而且比较误众取宠一点 对 吸引人看的 其实内文不是的 里面没有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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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